岁月是把杀猪刀 当年大时代里最可爱的小妹方米 如今也变成了湿奶的模样 等期的布罗旭刀刀就和你聊聊 大时代里方家三小花现状 饰演大妹芳芳的名叫吴永弘 在TVB有着小郑玉玲的美誉 虽然言过不少剧 但人气总是不温不火 他1987年在TVB议员训练班毕业 当时还与郭富城 邱书贞 邵仲恒等人组成银河实星 TVB是想力捧他的 但星途这种事得看命 对于当主角抢咖味这种事 吴永弘看得很开 他说有台词就好 何必在意那么多 90年代吴永弘演了不少剧 对于这张脸你肯定不陌生 随后他便和TVB演员何英伟 就是这位结婚后 慢慢就淡出娱乐圈 近几年他还发展得不错 成为某化妆品公司的高级培训主任 整个人保养得很简离 最糟心的事应该就是婚姻 何英伟这个人喜欢偷吃 但吴永弘表示 两个人最终走向离婚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前夫偷吃 而是因为性格三观不合 遇事很难聊得来 他还赞扬何英伟是一个 对工作对朋友都很认真的一个人 婚后他还遇有一女 所以至今两个人都保持着联系 虽然离婚但依旧是朋友 如今50多岁的吴永弘 一边工作一边带娃 母女二人处的和姐妹一样 带着同样的耳环 一起外出师大餐 现实中的吴永弘 就和他演的那些角色一样 独立又坚强 话说大时代三姐妹里 如今过得最幸福的应该就是杨玲 一身幸福肥遮不住的笑意 一看就是被生活宠幸的那个 一说到自己老公杨玲坦言 这么多年过去了 南方还是依旧黏人 恨不得把她卫成大飞泼 杨玲如航TVB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她外公是香港老牌影星刘克轩 就是八二版天龙八部里 丁春秋扮演者 舅舅是亚世的金牌司宜 镇台之宝刘志荣 出身于演艺世家的杨玲 从小就被画好了人生入线 但没想到她入行快退圈也一样快 点关注 咱接着往下聊 八二版天龙八部里 扮演丁春秋的刘克轩 就是TVB演员杨玲的外公 杨玲就是大时代里小妹方敏的扮演者 女生俱来的童颜 在外公的带领下 15岁就报考了议员训练班 因为考试过于紧张 她带着比她大四岁的姐姐 蓝结英一起去考试 提起这件事 杨玲就很懊恼 早知道日后蓝结英会如此悲惨 她说啥也不会带着蓝结英入行了 杨玲天生长着一张娃娃脸 因为样子过于清纯 所以戏路很窄 只能演妹妹或者邻家女孩 20岁那年 杨玲一直要突破自己 不能再当妹妹专业户了 于是她拍了很多古灵精怪的 性感照片交给监制 终于1990年TVB开拍日月神剑 杨玲拿到了女主的戏份 她不负众望 把酒精精一绝 塑造的顽皮又可爱 朝气蓬勃 TVB趁热打铁 又为她量身打造了圣战风云 越来越大 1992年TVB重拍大时代 杨玲精湛的演技 让她收获了一票粉丝 但可惜她演来演去 观众还是觉得 她只是一个小姑娘 甚至有人说 看她的脸永远都是 15、16岁的样子 其实拍大时代的时候 杨玲已经25岁了 天生的白油兽在内鱼 可能会被捧成花 但在TVB甜妹始终没有出路 1997年 没有一点发展空间的 杨玲和TVB解约了 她改行做起了服装生意 33岁结婚 一直过着平淡且幸福的生活 后来她生下一儿一女 被老公宠上天 如今50多岁的杨玲 儿女双拳 日子顺遂 心宽体胖 再加上天生的娃娃脸 细色红润 光彩照人 虽然港媒嘲笑她 胖到只剩下两只眼 但在我眼里 这就是过得好的表现 生活中没有什么可在意的事 更没有演员的身材焦虑 杨玲退圈退得很成功 你认为呢 那时代中 方家三小花里 李立真名气最大 但比起杨玲和吴永红 她活得最辛苦 李立真的前半生 可以用幸运两个字概括 初中毕业 就被黄柏铭看中 拍了电影 一个小姑娘 在15岁就有了 巨大的吸睛能力 19岁她迎来人生中 第一次当女主的机会 搭档张国荣 蓝财女貌 确实扬眼 李立真不只会演电影 拍那种超长的电视剧 她也不在话下 大时代里的方婷 和邵中恒亲手的那一刻 触动了多少人的少女心 初到十年 李立真坐稳了 青春美少女的位置 她开始对这些 小女生的角色产生厌倦 她也想走一把性感路线 公司建议李立真 可以先从拍写真开始 试探一下观众的反应 没想到穿着 泳衣的李立真 大受粉丝好评 她趁热打铁 拍了人生中 仅有的五部风月片 一时间成为港圈 身价最高 最受欢迎的风月女王 特别是1993年 拍的蜜桃成熟时 全港男人都想 把她娶回家 可惜好男人她不要 偏偏在男人堆里 选了个最差的 老公又丑又普通 多私密的话 结果这闺蜜嫉妒心使然 把李立真的隐私 全抖了出来 让她视野一落千丈 只能跑到国外去避风头 当她再次出现在迎屏 已经是一副胖大妈的模样 我想这下她的闺蜜 应该心里平衡了吧 这么看来还是杨玲最幸福 你认为呢 评论就要下来关注 拍下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到了